各位晚安,香港時間晚上11點的戲,應該是你們看到這個show的時間 這個壽山村的宿舍是美國領事館的,現在的巨民已經成功出售,大概作價28億 這個不算是一個美好的價錢,但是呢,美國根本已經不在乎的價錢,美不美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第一個信號,first signal 這個 signal 代表什麼呢?就是美國已經開始真正惡實撤出香港的安排 因為,所謂的那個宿舍地,其實意思就是,他隨時都可以走的,因為他租的嘛 他租的話,他隨時可以走的,甚至可能是那些宿舍,他可能就是,怎樣呢? 除了現在住的那些人,可能給他們有些時間離開 分分鐘就是離開了的人,就由他丟空就丟空,丟空完之後,跟業主說 行了,我不推租了 即是很大機會是這樣的狀況,因為那個是1948年到現在,即是美國一直都在的 那塊地,一個美國擁有了這麼久的地,那為什麼突然間放棄呢? 那大家都很明白當中的理由 即是,我想,當美國開始第一個撤出信號出現的時候 即是,等於其實美國已經在開始當年越戰的那個叫做上風行動 上風行動是一個什麼一回事呢? 上風行動呢,其實就是美國大規模撤走 還有,剩下在南越西貢一帶的軍人啊,官員啊,民眾 一些親美的民眾,特別是幫美國政府做事的 美軍留在當地的孤兒 因為你知道美軍有些幾封牛的,對不對? 生了孩子,那些嬰兒也要送回美國的 所以,這個上風行動不是短期內完成的 他是用了六個月時間去完成這個行動 甚至他已經一早周圍跟外國記者說 美軍電台如果要撤出的時候,將會播什麼歌 所有的東西都齊了 即是你突然間在那很炎熱的下午,你突然間在西貢的電台聽到聖誕歌 你覺得很奇怪,我覺得你就小心一點 因為已經是最後了 即是你已經是最終的 你講不及就拜拜了 你等越貢進來的時候,抓了你,殺了你,你自己躲起來了 即是,越南咪就還有得你 香港這麼丁肆這麼大的東西就知道是什麼結果 現在如果美國已經爭氣成了刁 即是他的上風行動就會開始 香港版 你會看到一些美國公司啊 開始裁員啊 Closed down 即是我想,現在這個是一個比較慢的做法 即是,如果習近平控制得住他自己 這樣的情況 Donald Trump 連任 明年都會開片的 因為矛盾已經很激化 但我相信就是 這次的上風行動可能是一個加速法 即是美國領事館的官員,我猜已經是大規模撤退的 甚至已經撤離了 不奇怪的 你看到每天有千多人 即是Migration 即是Migration 那條數字 你要知道的 即是 那個數字我都給那些人參考 即是有些人不覺得那個問題在哪裡 但我就看到那個問題 如果有些人就是美國使館已經撤離 因為現在美國 沒有人進去 除非是美國公民 或者是 美國使館那些 很明顯一定會進去美國 好了 接下來 我想 現在 海澳開始不通的時候 空澳開始會不容易 開始 即是有些跟美國相關的人 如果現在不撤退的話 我想 你的危險多很多 因為戰爭不近 即是 跟著 BNO撤離 Leave outside the rules 原因就是 現在被人走 其實 那些有某些人 說的東西是歪的 即是 給一些有需要的人走 你不要霸佔這些位置 但是 為什麼英國人要 整個Leave outside the rule 他沒有說 只是給有需要的人 他沒有說 英國人沒有說 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的任何人先走了都是好 任何人先走了的話 他都可以有秩序安排 即是譬如你現在 有一萬人走了 那 你現在處的一萬人 好過你突然 你天下大怨的時候 你處的一百萬人 你都知道香港人多喜歡做Lasmin fighter 那 你組進來的 你也都可以 某個程度上 他們在英國安頓之後 他都可以在英國政府 去安頓其他後裏的人 所以你見到英國政府的說法 不同的那幫 擺明收了梁振英錢的那幫人的說法 收了梁振英錢的那些人 就歪曲新聞 那我都知道Youtube很多人亂說BNO那些 那你也知道那些什麼人 你現在就明白那幫人是什麼人 那幫人越對不懷好心 即是那些收到梁振英錢的人 就是有一幫人爭 已經很明顯的 即是這些我猜 日後留待日後清理 但美國總經事館 現在這個撤出就是 你就可以參照上 那一幫常鋒行動的行程 那時候 即是 你可能有些 譬如你突然間發現 很多時候 有很多 C3 即是一三門大機器 運輸機 降落 香港 國際機場的話 其實你大概 猜到應該是 很多事情會 進一步惡化的 應該 現在 開始搬文件 搬物資 甚至可能有些人 都會 即是可能美國政府 發到文件出去 讓他離境 難道香港政府 不讓他離境嗎 那 那就開始 一直走 一個個離開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現在可以離開 有秩序離開 是對後來的人 都是好的 因為如果後來的人 一亂 就是所有的 越多人 成功撤離 等到真是去到 那個 critical moment 真的要 所需的撤離的人 會相對地少 就容易 後來的人 的存活 會比較高 因為 一位成功 二位弟子 我經常都這樣說 因為 你現在的情況 美國 我估計在走 然後英國 我其實覺得 還要離開 Rules 如果你是英國公民 居英權的 那些 你不是藍絲 藍絲 我都知道你寫藍絲 那些 去了英國 你就等 英國 刑事 調查 如果你不是藍絲 你是黃 你是英國公民 我都會 建議 如果你在英國本來 沒有任何基礎 你現在都好 應該找工作 然後找到工作 一有工作 就走 理由都很簡單 你不需要什麼 申請 沒有這麼多顧慮 當然 但如果你有工作 你立即走 甚至你現在走 都合理 因為 大部分居英權計劃的 我相信沒有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那你要拿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你也要找 Job Center Press 你也要找地方安頓 那些人 你不要搞到 最後一段時間 我和一群人一起 找到安頓 頂 你那時候是滾滾紅塵 現在不是電影滾滾紅塵 我不想看到 這類似電影滾滾紅塵 的畫面 在現實中出現 沒有人希望看到這些畫面 你還要香港機場 現在在離島 你一被人截斷青馬大橋 你就慢慢玩 這些事情太多了 所以 如果你有其他國家外國護照 英國公民也好 加拿大公民也好 西蘭公民也好 澳洲公民也好 你現在應該有所準備 你現在就應該要準備 準備好 走 OK 如果你的機位 譬如你那些人的機位 要求加班 他會要求加班 我寧願你早些 要求加班 當然我不知道 會不會中國看到這麼多人 突然想走 要發電 對不對 但至少你不要搞到 Critical Moment 那時候 我怕是九月或者十月 Critical Moment 那時候 一來那時候 然後整班人衝去機場 那時候 我告訴你 那時候你有現金 你不是奉之有錢什麼都可以的 要記住這件事 這是亂世 有錢不是大 亂世要有錢 但是問題就是 有錢不是大 你不作出 妥善準備的有錢也沒有用 這個就是現在的實情 你已經賣了寿山村宿舍 就是美國人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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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如果他用一個價錢 不漂亮來賣 也會怎樣 證明他不計價離開 這個是戰爭的先兆 這個是戰爭的先兆 如果真的開了片的時候 你那時候 你會後悔 你不會太遲 有些人問我 為何經常都叫人走 就是 好 如果你有一個清晰的前途 那你沒必要走 跟著還有一件事 走不是說走 是走的 由走的心理準備 到一切的物理準備 我告訴你 其實香港人已經是2A了 其實是3A 當你大部分香港人不是這個時候 你很多時候 譬如有些人 如果你是早幾年 已經是 Familiar Jog Market 牛乳市場 那些東西 我相信你不會太嚴重 對不對 不是的 現在很多人 這些東西都不Familiar 跟著萬中中的走過去 你不死 一身散 現在有疫情 你之前沒有疫情 如果現在沒有疫情的話 那些飛機正常的話 我就未必叫你現在走 因為現在就真的會 如果沒有疫情 就真的上學的時間 真的會機票櫃 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上學 說真的 你現在這個狀況是一件事 當然有些大學要求報道 但我覺得現在完全完全是另一件事 這個才是重點 你現在是另一個世界 而英國人開得外國的規模 你知道 英國人做Immigration很緊 跟著再加上美國這個跡象 你知道其實 音樂議員 就是你要做任何 撤離的準備 越遲做 越多人跟你搶著做 你越做不到 因為這些事情是這樣的 你真的 瘦田沒有人肩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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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 你很多事情都會做得好 你少很多問題 你一多人 你本身已經不熟悉這些事情 你沒有準備 或者準備的時間很少 然後 你整班人都Ratsminer Fighter 那時候你這樣 到時候還不熟悉 到時候你走不走 就真的純粹運氣 我告訴你 或者你有海外的親友 我可能幫到你 我好一點 你在海外 你有親戚朋友 已經有房子 你好跌 好跌的 即是屆時你會出現什麼 從事屆時中國會發什麼 你會阻止人 你永遠知道 這些二次大戰 我們看二次大戰的史 或者看 甚至不要說二次大戰 我看一句話很簡單 我就知道發生的事 看印尼排華史就知道 印尼排華史很清楚 我是印尼排華的受害者的後人 我想我這件事 我真的比大家熟悉很多 即是美國買了壽山村宿舍 已經準備走了 即是上風行動已經來 現在美國沒有當年西貢有這麼多官員 其實美國要領事館的官員走 連賣 可能很快 而且還有一件事 我這件事 我也是覺得要有關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那個賣出去的 博取的日期是8月27日 有可能就是因為 有領事館的官員 遇襲事件 令美國 Tagger 他知道現在就要博取 他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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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了 即走 有可能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的話 就真是 何君堯那些 那些仆街 就真是激化事件 我告訴大家 那就真是根子 真是根子輪迴 根子輪迴那一集 我本來就不是說 我可以放在公眾地方 現在就真是說中了 真是根子輪迴 如果不是 價不算 當然我覺得 其實價不算 也要接受 因為經濟是真的不好 即經濟不好 中國沒有錢 會給他 仆街價 我覺得都合不合 但 如果現在連價不算 都受了 美國政府 即是他沒有時間 其實已經是要 Departure 你不能不Departure 你不Departure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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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即是這個 我叫做 真正大家要考慮的事情 就是已經到了Departure Time 美國已經可能 那時候覺得 算了 我現在即場完結了 收你訂金 盡快完成交易 因為一般來說 這些 這些 你講的一個月 或者幾個月完成 我猜一個月 一個月完成之後 美國政府 錢都收起來之後 我相信 就已經 所有事情完結了 即是所有事情完結了 那個時候 美國就走 接著就 拜拜了 價值你覺得你還可以走 我不認為 就是 因為現在太多危機四伏的事情 還有 習近平是一個瘋人 一個瘋傲 但原來瘋傲的話 你所有事情 你無法預計 才是慘 所以現在的所有事情 我說 每日 我現在做三折晚上 我都覺得是很辛苦的原因 就不是說 因為沒有話說 是因為我講的 全部都是恐怖的事情 不是導彈 就是二次走不了 不是二次走不了 就是美國很準備走 嘩 大哥 這些全部都是什麼 大哥 你這樣起都很可怕 我個人在德國而已 這些是 你說的那一刻 你都覺得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就知道 現在的局勢 已經不如大家 想像中有時間 其實 所以 沒有什麼 你現在 加上那些機票 這樣的價錢 你走到就走到 你也不要再 你那些 楊振英手下 那些 不要 那些人 是信不過的 那些 那些人 拿了些錢 是陰獅子的話 他們都 我覺得他們 在不在乎我不知道 就是 我可以說 有些人 拿了陰獅子 就可以出賣楊心 楊心子值五億 有些人 這個世界 怎麼會沒有這些人 什麼人都有 這個世界 那些人都不是人 那些是鬼 鬼就收陰獅子 很正常 他是鬼 鬼就應該收陰獅子 很合理的 有些傳媒 是靠陰獅子為生 我沒有辦法 就是 你當你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大家就要清楚 就是 命是你的 命不是那些人 是有的 大家沒有遇過大時代 我明白 但是 這些大時代的一輩子 你最好不要遇 因為你一遇 你做錯決定 你就完蛋了 你就完蛋了 你不會有 第二個 答案 或者可能性 香港沒有這個基因 說真的 香港人很喜歡疑問 他很多時候都以為 就是這樣買了 有外國護照 就沒有 就沒有 就可以 自主 現實的操作就是 你用外國護照 不代表你的 是全面 這個是對中共 一個太低的估計 中共 如果沒有出 習近平這麼瘋的 都還好 但問題是 習近平是短的 什麼 國際規矩都沒有 他沒有打算任何國際規矩 當你遇到這樣的人 那時候 你還覺得 這個世界沒有問題 你沒有 你沒有 我覺得很有 所以這一集 我跟大家說 我只能說 time's up就是 的 怎樣都好 美國人已經給了 信號了 兼且就是每天 如果你說 晚上就會 明天早上 又加速 明天星期五 你知道星期五 你都不知道 美國出什麼招 對不對 我還沒有計 今晚RNC 不知道講什麼 你看到 當 共和黨黨大會 請 失明的維權律師 陳光誠 演講 支持特朗普的律師 你知道 反中國 一定是 議題的 而且 你記住 Joe Biden 沒有找到這些民運人士 或者民權 維權人士 去演講 去endorse 現在川普 找到維權人士 去endorse 他 這個 對那些 真是anti-China 的人 他會評估哪個人 真是有power 有決心去 anti-China 那這些事情 老實說 我們講 就是 用看字的人 我們會多少 我們就知道 哪個人是真心 哪個人是假意 你看到 Joe Biden Sleepy Python 那些人 連麒子英的人都不見 都知道 怎麼支持他 想都想到 是不是 這些事情 都很簡單 所以 當美國出售 石頭山川宿舍 再加上 各種局勢 特朗普 都應該會連任的機會 都應該有 那些時候 真的開始 他的選情恢復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有些事情 開始已經是 這個 九月是一個 關鍵月份 九月 如果你不照顧 你自己 沒有人救到你 你不要說 什麼留在這裡 可以怎樣 現代戰 如果你真的在香港 陷入戰火的話 我看不到 你有什麼 甚至草原 都未必是出售 因為原因是 他可能將香港人 送去集中 你不知道 這些納粹黨 或者波爾布特 做出的事情 習近平做得出 習近平 可能做波爾 你這樣 在柬埔寨金邊 當年華人 是怎樣死的 就是捉了他們 然後去那些 郊區 然後餓死 城市的人 全部都說出 對 波爾布特 人渣做得出 你覺得當年 哪個支持波爾 人渣 叫毛澤東 你覺得 習近平 一個學毛澤東的人 做不懂做波爾布特的事情 我相信 他會做波爾布特的事情 你自己想 歷史 看得多就是這樣的 我 我的歷史看得多 就是 有歷史透視張 今晚講到這裡 明早再見